Hello 大家好 薩姐 今天就看了一篇挺有趣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在入闊新聞 總之想掃走我們這班人的情況下 什麼都說得出 其實是說一個很有趣的 標題就是 清過關 居員被手檢 鄧飛假假的都是議員 網民議員不可以查 其實我自己看 大家可以去鄧飛校長的Facebook 那一天就回到內地了 突然被內地官員叫手檢 幾十年第一次 證明了今天的我衣冠不靠譜 海關一位阿姨把我叫過去 我似乎不應該稱她為阿姨 我肯定被她老了 然而阿姨翻箱倒櫃齒的檢查的 我的公示包 看到裡面有一本小書入關 既然是簡體字就不用多管了 然後看到我的會議文件袋 問我剛剛從內地開會回來 我說是的 她看一看文件袋內的文件標題 就不打開查 但還未完 繼續回 都是我的洗換衣物來的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我的公示包內其實放了我的議員卡 而且放在淺層 偏偏阿姨就是沒有看到 不是視而不見 而是真心沒有看見 我心中暗想 假假的都是個議員 妥妥的愛國陣型成員 沒理由對我不放心 但就是沒有看到 我都看到她沒有接觸過這張卡 最後當然是放行我了 回到香港後 有些事去某一趟劇場 戴上口罩非常低調 結果一進門一位清潔嬸嬸 大老院見到我 哭到鄧飛校長 我經常留意你開會 OMG 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而是錯配之事常常發生 常被別人認得的時候 想被別人認得的時候 沒有人認得 你是誰 不想被別人認得的時候 他偏偏化了灰都被認得 這是鄧飛校長的貼文內容 下面有很多留言 那五進魚大魚就說 下次約屈基TV多位嘉賓一齊出行 不認得我也認得其他人 希望有些幫助 笑他 有些就說 被抽養檢查 不論身份有甚麼為難 議員就一定違法 外國就一定沒有違法 安檢做得認真 是為國家罷關 我之前我不會抱怨 內地安檢都是一事同仁的 當年我隨紀律部隊探訪團 上北京 見到習主席接見 由現時特首領隊 整個團隊過關時 一樣嚴謹檢測 沒有輕鬆放行的 有些就說 議員就代表不違法 外國認為有需要 就自然會盡其職打好關 反而你應該改一改你的思維 不是議員就有特權 不需要檢查 雖然平時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合格的議員 但這次就真的差了少少 有些就說 不要覺得自己在香港叫薄有名氣 內地就一定要認識 人家只是盡責跟你職業無關 有些就笑他說 我巴士李剛 有些就說 你江山如此 多分的時候 到大學畢業從事教育 工作這麼久 和到議員都對他有好感 但是經過這件事就要改觀 有些就說證明 內地人不埋賬 有些就笑他 不如你把他的證件掛起來 有些就說他 有些就說他議員大了 是不是高人一等 有很多這些 有些就稱讚內地海關 有些就說他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真的 我自己覺得 是看每個人對鄧飛校長的印象 也都可能有些人 是當中 是黃絲 或者是不喜歡他的 過來 知道有這件事發生 過來 踩一踩一踩一踩 暗讚 暗暗就好像說 明就好像讚內地海關 其實暗暗就是想分裂 就是想搞分化 其實我看完鄧飛校長這篇 修養和嚴謹程度 我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 整篇 他其實沒有在抱怨 他完全 我看不出 有任何抱怨內地海關 因為我覺得 他是因為幾十年 都沒有被人查過 今天被人查他覺得很稀奇 所以跟大家分享 正如我經常說 我們這些豬扒 就是這樣的玩法 當然是在文字上 沒有自己表達 大家可以看到情緒變化 所以 從文字的 大家就會就著自己的經歷 對他那個人的行為判斷 而去做出這件事 我自己看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嗯 其實我又不覺得他是有抱怨 我只是覺得 他講一下笑而已 就是輕鬆一下 如果不是我 就一直這樣 他寫一篇 他就說 我今天被海關檢查 那寫到什麼呢 那就唯有跟大家 講一下笑 我又不覺得他會 他無聊到 這樣都覺得有問題的 他只是覺得 挺好笑的 就是一個 咦 這麼大張牌 你都看不到 假假的 你都是個議員 對不對 我覺得他是以這種 這樣的態度 可能 我猜錯的 因為我又沒有正式接觸過他 但是從他 他 不時都會看他的分析 他都是謹然慎行的 那我又不覺得 如果他真是抱怨的 他是應該會覺得 海關這樣做是有問題 而不是說 他真的看不到 他不會幫他說 他看不到 他真的看不到 因為他純粹 他碰都沒有碰過 張正 他是不會幫海關解釋的 如果他 因為 因為 我覺得鄧飛校長 大家都知道 江山而處多分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戰鬥格 來的 如果他真是想著 辯駁的 有自己論點的 他是不會幫人 他不會說這些 黑觀事實 他一定是覺得 他 這麼大 你都看不到 你很不細心 他可能會說這些 而不是說 他真的 他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 純粹真的看不到 因為他都沒有碰過 那張正 而不是說 其實你應該守得這麼細緻 你應該看到 不是 所以我覺得 他只是 講給大家知道 他的生活 他覺得很稀奇 講回程序給大家知道 我不覺得有大任何事情 當然 我經常都覺得 日空新聞 是很死定的 專門做一些 眾取寵的 昨天我看到一份 標題很吸引 大佬 說 有個人 隔了一段時間 他可以繼續申請公屋 但是發覺有個問題 就是 他的入息收入 就過了 於是 房署 就有人教他怎麼做 然後就說 很好用 我沒有看裡面的資料 但是 只是靠這個標題 其實就已經很大問題 就是說 房署會教你 真的 出股 讓你的資產 轉移了 或者是怎樣 變成合資格 讓你可以繼續申請公屋 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房署職員 就要被人 鬥了 另外一樣 就是說 就算你知道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 傳媒 所謂他們經常說 記者 很正義的 當然大家知道 日空新聞 日空香港 其實是台灣那邊搞的 就不是真的香港搞的 你是不是應該不報道呢 不去說 是什麼情況呢 而直接你應該要報警 叫房署看 或者叫政府 警察看一看 是不是有人教唆呢 那 其實你現在這樣看 如果日空新聞是在說 我沒有看 因為這些很有趣的 日空新聞很聰明 會突然間 一天半天 然後就下架了 你是找不到的 除非你記得標題 然後再搜尋 否則 你在版面上找不到的 那 你 登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有沒有登他的方法 是怎樣的 九成有的 但是 我雖然說九成 可能那一成沒有 如果你真的登了房署 教那個人怎樣做 而導致他可以合資格去申請 那你算不算是間接協助教唆呢 你是不是間接協助教唆 全港市民去走這些法律 其實不是法律 其實就是犯法 這些不是叫法律 只是犯法 那其實是不是應該 因為沒有辦法 那個人在台灣 你執不到法 所以 其實是不是可以 禁制呢 或者怎樣呢 我不知道 或者警告他呢 我不知道 最少可能警方都要說 那你這樣麻煩你交出房署 那個職員的名字 或者是申請人的名字 那我們去拘捕他 起碼要禁制 還有 有些說到 今天另外一個標題就是 公務員 有9000多個合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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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肯簽 就是效忠那個文件 有500多個就已經要離職了 要離職了 說到好像很悲慘 那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有多難啊 有多悲慘啊 你要想一下 他現在說到好像政府逼他們 但是其實不是的 其實大家簽那些所謂合約啊 條款啊 簽佈容合約那些 基本上都有一條的 你不能做出一些損害公司的行為 其實這個就已經是一個重點了 其實現在只是再細緻的說 你們必須要擁護香港擁護基本法 擁護香港政府 只是再細緻的強調一下叫你簽回 但是其實簽不簽 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告訴你 你要搞清楚 我給你多一次機會 你簽了 他日有什麼我籍兜你 但是如果你不簽 其實如果沒有這份東西 你背叛香港你也是會被籍兜的 因為其實你是犯了miss conduct 你那個 犯了那個合約 因為每一個合約都說 都一定有的 你必須維護公司的利益 保障公司 不可以將公司的東西洩露出去 這些就算沒有寫得很清楚 但是這個已經是不成文的東西來的 當然啦 政府一定會寫完這些東西的 不可以透露他人私隱 一定有寫的 現在只是再給你簽多一次 就是給你多一次機會 如果不是當初抽獲 真的的話 你想想有多少公務員 是洩漏了別人的私隱 其實那一堆是馬上解僱的 水都不用補 我告訴你 因為你已經明明規定 你犯了你自己公司的 政府那個合約 你已經miss conduct miss conduct 是即炒 一個斗令都不用補 所以 有什麼問題 現在給你多一次機會 你自己不珍惜 你走 好像說得很大 你又要想一下 現在不是外面市場沒有人 你不要覺得我政府壓榨你 你要搞清楚 現在 你這樣包庇他 其實是對於外面的applicant 即是外面想申請進去的人 是很不公平 你是歧視一些外國外港的人 這個世界是靈活博弈的 大家知道的西方 當你依然有這些人阻止的時候 你就變成剝削了其他 一樣有這個工作能力 是兼請外國外港的人的機會 大家記得的 知道的 你作為老闆 你請人 你同樣是 同樣是 一樣大學畢業 一樣學歷 一樣工資 那 我請一個 和我意念相同 還是請一個反骨的 一樣價錢 一樣學歷 一樣工資 一樣經驗 你選吧 你會請一個 和我一致理念 想搞一間公司好的 還是想請一個客人的 你不可以因為說 那個是我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請 那對於另外一個 不客人勤力的那個 就不公道了 那就不公平了 那什麼市場決定 市場決定就是 我是老闆 我有權請一個 做到事的人 勤力的人 所以 有什麼問題 正如我現在經常都說 你要給大學生 錯了一次要給他機會 那你要搞清楚 他犯了事 你就迫我要給他機會 但是別人同樣大學生 同樣這個學位畢業 同樣是 他沒有犯過事 那我為什麼不給他機會 這個 你就是對那個不公平 你就是歧視那個 這個很有問題 現在那些人 就是這些 經常都扮性母 但是最大的問題 你不是性母 你真是性母 你就沒有問題 你可以打救世人 問題你不是性母 你要扮 那就麻煩你 弄好自己的樣子 我真的是這樣說 喂 你 理論上又不行 心靈上又不行 你起碼弄好樣子 起碼你做個假話 你都做得好好看 騙人 完全不騙的 總之現在就是強 強度就是對的 行手規矩就不對 這些什麼世界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希望大家都真的 小心點 很多人帶風向 現在 現在反過來 就不會有特別多人 特別說 政府衰啊 怎樣怎樣 我會暗做 暗做 用其他東西去暗串政府 讓你 潛移物化式地覺得政府做得不好 例如說話的當中 帶點語氣 是覺得政府 正如之前 說說政府想著 可能 60歲之後 現在不是公屋就60歲之後 就可以不用資產審查的 現在可能想退到65歲或者70歲 有些人就說 向老人家開刀 這個 又是暗暗地 和人故書一件事 政府是差的 我覺得 不要讓人這些字眼去什麼 是要自己去分析 究竟哪一件事是對社會好好的 當然 我自己都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情 是和自己利益有衝突的 但有時候你也要看回一件事 如果今天你站在政府高官或是一個管理者 你會不會為了一兩個人或是一兩千人的利益 而影響了七百多萬人的利益呢 這個是大家作為一個高層真的要取捨的 那 畢竟 大家有些人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 現在那些打走暗轉了 以前可以明目張膽地罵黑警 現在就管制得厲害 所以滲透在這些正常人的頻道 就在搞分化 總之 你內地和香港人要對立的 總之 你要搞到香港和內地人都以為大家很討厭對方的 之前我也見過一篇文件 就說 內地人說 香港沒有超市嗎 你為什麼要上來我們超市買東西 其實是不是這麼多內地人投訴 其實我又覺得不會 因為他們在超市買東西 但也不會影響他們的 因為超市貨品太多 那些超市貨品 老實實 你以為香港那些超市 你掃完一顆就沒有了 你不用掃多一顆 你掃多兩三包 它後面就沒有了 因為香港的假又小 放的貨又少 你真的掃兩三罐罐頭 它就可能整個假就沒有了 但是內地那些 多東西 貨倉又多 你掃它十罐八罐 它都還有很多 你覺得 會影響內地的人嗎 不會 而且內地有這麼多超市 你是整車人 只是去那間超市嗎 不是 都是一個半個 去這麼多超市 你能夠分到多少 你不跟香港 香港碰面又小 你也不要說多兩個內地遊客 你多兩個香港買東西的人 我們試過去藥房買藥 你只要有三個客 就塞到水舌不通 所以它根本上是 會強行講一些話 或者會找一些恨國黨 強行拍一些東西 或者找一些人來配合一下 港督內地人都很討厭我們的 那你就變成了 增加了仇恨 也有些就 說 香港人上來消費 帶到我們的東西都貴了 會不會呢 香港上來消費都不是今時今日 連年都是這樣的 疫情前都是這樣的 會現在是這樣嗎 不會 香港想不想來消費 它都會增加費用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就是 特意拍來阻止 你要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內地人 深圳的人會覺得這樣 其實不是的 九成九以上 都希望香港人上去消費 因為他們都 沒有以前那麼興旺 也都真的很多店鋪倒閉了 所以他們都不知道 多希望你們上去消費 你會看到有些店鋪 食肆 直接說人民幣對港幣一對入 但是大家知道 人民幣對港幣 一元人民幣等於一 一元零八的 即是說 基本上一元人民幣 你就要等於過一左右港幣 現在它一對一 一元人民幣等於一元港幣 其實你是好處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就是想你們 港人上去多些消費 如果不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就簡直說 一元人民幣等於1.15港幣 如果你要給港幣 你就要給1.15 我賺完匯率 這個才是實情 如果他真的不想你上去的話 現在一元人民幣等於一元港幣 即是說 我們香港人拿著港幣上去 洗港幣是有數 所以他們是歡迎我們 所以大家看清楚一點 因為香港 真的很慘就是沒有自己的主導權 經常用別人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 我們又拿不到上去內地的網站 那就麻煩一點 很多東西都未必看到這麼多真實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